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5年AI伺服器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Trendforce集邦咨询AI伺服器报告显示 且单位平均售价ASP贡献较高 产值有机会提升至近2980亿美元 同时随着电信商及CSP大厂持续建设资料中心 Beta Center Interconnect资料中心互联DCI技术日益受到关注 预估2025年产值将突破400亿美元 年增14.3% 从相关的两个数据可见 AI的蓬勃发展对算力和数据传输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然而大型GPU机群等系统的整体效能 越来越受到数据通讯速度和能效的制约 AI模型的规模和复杂度持续增长 需要在众多处理单元GPU、TPU等之间 快速移动和处理海量数据 而传统的同机电护帘在频宽密度、远距离续耗完整性和功耗方面面临物理极限 难以满足AI加速器对传输速率的严苛要求 尽管光纤技术在长距离通讯中表现优异 但在伺服器内部、封装上晶片之间或机架之间的超短距离、高密度、低功耗光链路方面 则仍存在技术空白 MicroLED凭借其尺寸小、潜在的高调制速率 以及与西基CMOs工艺的良好集成性 可以被制造成高密度阵列用于并行光通讯 从而为此类短距离应用 提供远超铜线的频宽密度和潜在的能效优势 换言之 MicroLED光护帘技术 为突破传统电护帘的瓶颈 提供了新的路径 有望支持构建当前互联技术难以实现的 更强大、更高效的AI硬体架构 近期 全球半导体制造龙头台积电宣布 与美国初创公司Evisna达成合作 双方将共同生产 基于MicroLED的光互联产品 旨在通过先进的光通讯技术替代传统的电连接方式 为日益增长的绘图处理器 GPU高通讯需求提供低成本 高能效的数据传输解决方案 此举在业界引发高度关注 除了标志着台积电进军MicroLED领域之外 有可能成为MicroLED在光通讯这一新兴领域 应用前景的有力背书 也渴望激励更广泛的产业链参与者 加大在相关技术研发和商业化上的投入 从而加速整个生态系统的成熟 更深一层观察 台积电压主MicroLED传递着两大讯号 一是反映了MicroLED技术 正逐步超越传统显示应用的范畴 朝向光通讯应用等非显示应用延伸的趋势 二是体现了台厂在当前竞争格局下选择扬长臂短 错为竞争 具体来看 本次台积电的合作对象 Avisna便致力于开发超低能量光链路技术 Light Bundle 这是一项基于GNGMicroLED创建的高度平行光学互联技术 可集成在各类高效能CMOs机体电路上 相较传统铜链路技术方案 Light Bundle链路技术具有低功耗、低延迟、高覆盖范围和高频宽密度等优势 适用于高效能运算系统HPC 人工智慧、AI机器学习、NL和分离式记忆体晶片间的互联 也适用于感测器、5G无线和航态等下一代链路领域 2022年及2025年 Avisna分别完成2500万美元、6500万美元的融资 投资者包含三星、美光、SK、海力士等 这显示出资本市场以及行业巨头对Avisna技术实力 与以及MicroLED光互联技术发展前景的认可 另外一家MicroLED光互联技术开发商Hypernone 也于今年初完成了1250万美元的种子轮融资 投资者包含英特尔资本 这进一步印证了该细分赛道的投资热度 产业协同方面 Avisna已先后与Lumi LEDs及AMS SRAM达成合作 目的是提高MicroLED阵列的产量 推动光互联MicroLED技术的量产 在本次与台积电的合作中 台积电将负责制造Light Bundle系统中的 吸光侦测器阵列 预期将运用其成熟的CMOs制程 结合ChipLight封装技术 协助Avisna扩大生产并加速产品落地 这一系列动态表明 一个围绕MicroLED光互联技术的专业化生态系统 正在逐步形成 其中Avisna和Hypernome等初创企业 扮演了技术创新和概念验证的先锋角色 三星 英特尔等产业巨头的战略投资 则反映了市场对该技术方向的认可与期待 与Lumi LEDs AMS SRAM等成熟光源制造商的合作 则为MicroLED的规模化生产和品质保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援 而台积电这类大型晶圆代工厂的加入 则相当于为产品的高效低成本量产注入了核心制造能力 未来在创新者 投资者 制造商和代工厂的协同发力之下 MicroLED光互联技术的生态有望加速成熟 MicroLED技术证沿着显示应用持续演进 并朝向非显示应用加速拓展 双轨并行的路径清晰明朗 当前MicroLED在传统显示领域的成本优化和效能提升仍在继续 而在光通讯等非显示领域的突破 则为其开辟了全新的增长空间 台积电与Alicina在MicroLED光互联技术上的合作 便是这一技术演进趋势中的标志性事件 此举不仅凸显了MicroLED超越视觉显示的巨大潜力 也反映了半导体行业领头羊对该技术前景的战略性认可 预示着MicroLED在未来数据密集型应用中可能扮演的关键角色 现阶段MicroLED技术仍面临成本较高和制造工艺复杂等挑战 若仅依赖单一应用 可能难以在短期内形成足够的市场规模来摊薄成本 而由于对效能的特殊要求 光互联或特定生物 感测器等非显示应用 可能对初期较高的成本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在这些立即非显示市场取得的成果 或许在带来早期的营收和量产经验的同时 也能通过在晶片效率 微缩化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反补显示应用的发展 因此 通过多元化的应用布局 同时发力显示和非显示市场 MicroLED技术的整体市场渗透和成本优化进程 有望提速 形成良性循环 总体来看 在MicroLED这一新兴技术浪潮中 台厂入局快 攻势强 计划凭借在此领域的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 实现对现有显示技术格局的再次颠覆 根据行业传言 台积电并非首次涉足MicroLED领域 在此之前 市场早已传出台积电将与苹果公司合作开发AR设备 而苹果未来的AR眼镜预计将采用MicroLED 若此事为真 台积电的布局便体现了 其对MicroLED在未来显示与光通讯应用前景的认可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